蔡瑪良在2022年6月推出 遊戲推出一個月 馬上獲得150萬的下載量 更加在2022年 榮獲台灣Google Play成為最佳年度遊戲 以及最受歡迎遊戲 到底遊戲玩法玩些什麼 大家就是化身訓練員 最終目標 獲成最強蔡瑪良 不知道有多少觀眾 好像我這個情況拆三因子拆到半途而廢 最終忍痛國外 但大家不需要擔心 蔡瑪良原來已經半週年了 聽說半週年有全新玩法以及全新福利等待大家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入到遊戲界面 大家就會看到今次半週年有一個登入獎勵 每一天可以獲得300石 一共10天可以獲得3000石 以及大家登入的時候 官方直接送你3000石 所以整個活動是可以獲得6000石 嘩 我那時為何要課金 課得這麼辛苦 做百嫖玩家真是很開心 除了福利活動外 還有其他半週年福利活動 週年紀念活動分別有10個章節 大家可以點擊它的章節 了解如何籌備半週年的演唱會 每一個章節都可以獲得20石 一共整個章節又可以多200石 讓大家獲得 帶大家看看今次半週年有什麼限定活動 限定活動分別有三彈 第一彈已經開始近了 由12月19日到2月2日 所以剛剛入攤的觀眾都不需要擔心 其實結尾都是去到2月2日 分別有石頭、召喚券、參加競技賽勝出 其實都不難去滿足 基本上大家有玩過賽馬糧 都很容易達成這條片 我覺得最重要是500石 和3張召喚券 還有第二彈 第二彈就是多一張支援卡片 還有500石 還有一些提升卡片的材料、素材等等 競技場獲得50次勝利 又有多一張無聲零碌的卡片 OK 蠻好 整個活動加起來 總共有1000石 到第三彈 又有500石 三彈的event 一共是可以獲得1500石 還有一張SSR交換券 哇 這次半週年蠻佛心 還有青春爆發 五次以上 青春爆發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待會也會介紹一下 就是關於今次半週年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青春杯 假設大家練習得很滿的話 這次有新模式的青春杯給大家體驗一下 今次半週年的活動 分別有這三彈的紀念任務 再加上我們每日簽到 可以獲得的鑽石比例 是非常適合大家在這個時候回省的 因為有足夠的鑽石 可以拿來抽一抽新支援卡 以及新的馬量 嗯 非常不錯 假設大家之前玩URA 玩到很悶 放心 今次半週年 有新模式給大家去挑戰 就是這個青春杯 青春杯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令到我們整體的隊伍在排名榜上有所提升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隊伍等級提升呢 就是透過青春特訓 青春特訓裡面有不同的選項 跟平時玩的URA差不多 但青春杯裡面會多了一個系統 就叫做青春魂爆 令到我們的基礎能力大幅提升 所以我們不只要計算彩券 還會多了青春魂爆的東西 融入了在我們今次的浴城裡面 令到我們整體的隊伍綜合能力提升 提升完的就可以令到我們的排行榜 獲得更名列前茅的分數 青春杯裡面有部分的馬娘 是有劇本連結的 我們就優先按了劇本連結的馬娘 然後就跟之前一樣的 選擇自己適合的因子 青春杯也會消耗我們個人的TP值 一樣都是30點 這次培育大家就會看到 在選項方面會多了不同的符號 額外能力值也會有所提升 深毛色我覺得最特別的點就是 你不單是育成一隻馬娘 你是整隊 整隊都要育成 獲勝可以提升這個排行榜 心頭高一點 直接打22名 好了到了最後200米 大雪快聲有沒有機會 好像是 第二名 哭不出來 欠個頭差 兩場贏 然後輸了小筆的中距離 最後一里就打和 OK 這樣也算是贏了 我們贏了兩場 第一場勝勝一杯 獲勝 聽送啦 我們最終目標就是第一 青春杯第一勝 馬上提升這個名次 所以玉成除了訓練自己的馬筆之外 還要訓練我們其他的成員 目標成為最強隊伍 不知道大家對今次賽馬娘的半週年更新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突然之間深血來潮想安安你的賽馬娘 關心一下到底當時訓練到現在有沒有不同到的話 半週年這個時間 適合大家回來回客 因為有豐富的福利給大家去領取 以及全新模式青春杯 練馬的時候不會再覺得這麼單調 因為這個全新模式帶給大家另一番的體驗 喜歡影片的可以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